近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多名员工被指控参与了去年的10月份 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欧美多个国家宣布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 在29号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一名发言人表示 如果资金无法恢复 该机构2月底之后将无法继续在地区内包括加沙地带开展工作提供服务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 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 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 该机构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媒体报道说加沙地带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接受过该机构的帮助 随着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的持续 目前大多数加沙人越来越依赖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援助 其中包括上百万因以色列轰炸而流离失所的难民 我会尿尿的囚不知道 在边上走 到这里 我们游戏 유튜�牌 军水 阿涵 他能跑 利用 军海 不 Shh 阳 我们 journée